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每周一股的时间 星期三就是我和Jason为大家推介股份的 Jason你好 非常你好 我们先看看上个星期Jason我们推介股份的表现是怎样 见到比较恒生指数,恒生指数上个星期跌了百分之一左右 但是股份表现真的差一点,跌了超过一成下来 今天中五就收在3.4这个位置,比上星期三的中五收市价 跌了超过一成下来 之后我们看看Jason如何操作这股份 当时的买入价是3.8,就是当时现价位置 看到中五收市价刚刚在指示价 即是说我们跟着Jason买的话,成功买入 不过就要指示价 Jason也公平地说指示价就碰到 不过看上几个星期我们推介股份 推介完之后推大跌 但大跌完之后爆升 还要升回你之前卖入价位再之上一两成之上 你觉得精灵清洁能源会不会历史重演 是的,都可以说那个时间不是这么巧 这一段时间 资金流向方面都很集中去一些比较大价的股份 还有金融类别的股份 所以看到其实这个几周虽然市是升了上去的 但其实都见到很多不同一些炒国策概念的板块 包括新能源车 包括一些医药股等等 其实都是表现不是太好 这一只579也是 之前就炒了一个环保 或者是天然气的概念 但这个几周就见到反而是有个相当大的沽压 就跌了下来 如果你说去到这个价位 坦白说我又觉得它真的不算特别贵 但既然你说这一期 似乎那些资金仍然偏好买一些和金融相关的股份的时候 我相信短期里面 这只股份就算有反弹也好 都未必说真的可以弹得那么厉害 反而我觉得如果你说去到下一年 当资金开始炒完 一些比较高 就是一些之前提升的比较多的板块 又或者一些比较热满的板块之后 到时候有没有机会追落后呢 我相信有的 但是可能都要去到限连年初开始 才会见到有个比较明显的突破 都是那个情况 timing 到时真的太拭目 看看股价走势是怎样的 这个时间我们看看今个礼拜 Jason我们推介什么股份 Jason 今个礼拜我们推介另一种 内房股或者这个富力地产 我们先看看它的数目 见到2014年中期 即到6月底至中期的业绩 其实图表也不太OK 红色箭嘴全部都跌下来 好像营业额那样跌了3.6% 而这个顺利更加跌了超过2.6% 而核心盈利跌了超过3.7% 毛利率、核心顺利率都要下跌 不过负债比率都是下跌了19% Jason 盘数不是太好 为什么推介这股份 说这盘数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市 大家都知道当时整个内地的经济 又或者房地产的市场 那个表现都是比较一样的 楼价也是今年年初开始 由高位慢慢回落 还有很多房产商都在那段时间 就要砍价卖楼 所以在当时出的业绩差 都是预计了 也不是这一间公司不行的 就算你看一些比较大的内房股 其实今年在第二季的时间 都是做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单看这一份业绩 我觉得代表性就不是太大 反而我今天再建议大家留意这股份 焦点就放回去 在未来这半年里面 随着内地方面开始减息 随着他们近期推的楼盘都挺卖得的时候 应该去到下年开始 那个表现就会有个明显的复苏 没错 正如Jason 所说 人行刚刚在前上前一个星期就减息了 也都因为这样 成为Jason 为我们推介这股份的 第一个理好因素 人行减息就令到 他来一年期的基准利率 就调低0.4个百分点 去到5.6来的 而大行负税都说 来着内房开发商的平均融资性本 可以降低百分之三 而买楼的人士 每月的公楼开支都可以折散百分之四 随着我们这几个月 看到好像内地那方面 经济数据都不是做得太好 PMI 等等 都去到差不多成衰分界线的边位 就是有点害怕 而通胀也不是去到中央的水平 外地都可能进入减息周期 或者降传本准备率的周期 你觉得未来的周期 是不是会继续推动到内房股发展 这个相当重要的 因为说单单一次的减息 其实对于内房开发商的融资成本的帮助 未必说会太大 你说那三个百分点 照着对于盈利的帮助 不会说太明显的 但如果你说去到下年 都有机会继续减息 又或者银行方面 都尽量是放松回银根 无论是给一些开发商借钱也好 又或者给一些有意购房的居民 去到借钱买楼也好 我相信这一方面 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 都还是会有帮助 还有为什么都这么有信心 就是说去到下年的年初 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行这个宽松政策呢 因为看回现时内地方面的PPI 下个星期出的11月份的数据 我相信跌幅会进一步扩大到2.5%流上 意味着整个通胀不但没有压力 反而大家现在还担心 会不会有个通缩的危机 再加上的话 就说如果你看到欧洲或者日本 都行一个大量的宽松政策 不断去到印人子 已经去到令自己的本币贬值 但如果当央行内地那边 仍然坚持一个这么紧缩的 或者这么高利率的政策呢 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就很难说会压得住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要对抗通缩 又或者是对于货币方面的控制 其实央行那边还是有个必要 接下来要进一步放松它的银根 一放松银根之后 不但会违及到房地产的 甚至乎连一些的中小企 又或者连一些新兴产业方面 都可以帮到他们融资 这方面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 都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自己都挺有信心 就说今次这个减息 不会是一次性的 现在减到下来 都还有整个5.6厘 这个水平来说 都算是挺高的 如果你说 接下来的经济 都还不是那么碰当呢 会不会将利率可以有机会调低到 大概5厘左右呢 大家就真是拭目以待了 没错 正如Jason所说的 其实中央近期都做了很多政策 希望去扶持中小企的融资困难这个问题 亦都尝试去做很多事情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减息是一个叫做宏观点 大规模点去做 挂到减息有利内房股的股价 我们就比较一下内房股股价 在上一次减息之后是怎样走法的 看回上一次 人行减息在2012年的6月份 当时减息之后一个星期 内房股平均升幅就8.4% 而当时的国企指数升幅就4.2%左右 一个星期已经跑赢了 一个月更加夸张 内房股平均升幅到1.6% 而国企指数升了3.5% 就是回到一个星期之后一个月当中 国企指数是跌下来的 而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形势更加明显 这次就更惨 连内房股也跌下来 升2.1% 不过去到六个月的时候 升幅就再次扩大 去到超过3.2% 而国企指数升幅就超过1.6%左右 升幅是国企指数的一倍的人制 Jason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今次又人行又减息 我们看到内房股近期的股价已经升了不少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么简单 历史重现这个情况 是不是负力地产要买的话 两个策略 一是放一个星期 第二个策略 放半年 是不是要这样呢 你说内房股在最近这两个星期 都叫做涨了 接近一成以上上了 那当然了 你说去到这些时刻 是不是就等于是见了一顶呢 短期里面不排除有个调整的 但是好像根据这个统计 内地方面减息 对于房地产整个市道的复苏 或者对于内房股股价的反弹 不单单就说 只是在一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里面体现 反而最重要的 或者最明显的 就是说在半年 就是说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 我相信整体的帮助就会更加大 因为说今天减息 那些人买楼就不会即时体现到的 反而都可能要去到三个月打后 那些人看定点 看到那个货币政策 开始有个转向 才会回复那个买楼信心 所以这一部分 我都觉得是会有机会 令到内房股 未来的走势 可以更变得强一点 那么特别重点的因素 都可能要看回三个月 至到半年打后的时间 好 之后我们一起再看一看 半年打后时间 究竟怎样就没人知道了 我们看一看 它的基本因素是怎样的 见到内房股政府债比率 比较了 看到这么多的内房股当中 政府债权益比率比较高 排第2的就是负力地产 排第1的就是恒大 其中负力地产人民币的债务占比 高达8.6% 如果真的这么说 人民币 不是 人行减息的话 理论上负力地产那个叫做 杠杆是相对比较高的 监理上应该会最受惠人行减息 我们都做了统计 在香港上市一些主要的内房股 内房股市场负力地产人民币的债务 其实都是有个比较在 大部分如果你说拿一个平均值 都是在五成多 六成多 左右 但负力去到整个150% 意味着它的债务方面是比较高 最重要就是它不单只说 它的债务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说比较债务的结构 其实它在在岸方面的负债 以一个人民币计价的负债的占比 都占了它的总负债大概是8.6% 这个比例比较其他的内房股来说 都是高出不少 意味着今次是人行那边减息 借人民币那边是会低了成本的 所以对于本身的在岸债务比例比较高的公司 相对都会有利点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说刚才根据赴税的研究报告 对于整个内房行业的平均融资成本 可以是舒缓3%的话 我相信对于负力地产的帮助 就应该会是高于这个水平 融资成本债务上 Jason帮我们分析过 问题就是减息息之后 究竟那些楼是否能卖 我们看下一张图表就会见到 看回11月份内地40个主要城市的住房成交量 看回11月最后一个星期 即是人行刚刚减息之后 那个星期 看到一线城市的成交量 成交面积有126万平方米 按每星期升了接近1.8%左右 而成交面积整个11月份来说 按月都升了超过2.2% 而二线城市方面 升幅就没有那么大 那个成交面积只是升了9.5%左右 至于三线城市 升幅都不小的 有11.7% 不过这个平均来计 明显一线城市的反应 是大很多 是的 在说在这个楼市复苏都分不同阶段 如果你说当在减息周期刚刚起步 当人们比较有信心去到买楼的时候 都可能只会集中一些一线的城市 或者比较有能力去到负担公楼水平的家庭 所以见到一线城市本身那些楼盘 其实最近这个几两个礼拜推出来 都见到反应是相当之踊跃的 好像之前深圳也有些例子 就说一个楼盘是星期六推的 去到星期日就基本上是卖光了 所以我都相信一线城市 未来的那个无论是成交方面 又或者那个房价方面 都应该会有个较大的反弹 但就算你说整体来说都好 我都见到十一月出的那个成交数据 都是相当之理想的 那说着那个岸月方面的变化 都能够是可以升到一成三 那不要忘记 其实十月份的数字 都不是说低的 我说之前金九、银十方面 金九就做得一样的 但是其实由十月初开始 都见到楼房的成交 是以每个礼拜 就是用一个四五成的增长 就反弹回来 所以代表着十月份的基数 都不低的时候 去到十一月份 仍然都能够保持到一成三的增幅 那我都相信 就说整个楼市的复苏 应该是启动了的 那你说会不会去到 今年的年底 又或者去到下年新年之前 可以令到这个成交量 进一步推高呢 那这方面对于 内房股的走势 都可以说最为关键 似乎内地的投资者 不单是很踊跃投入这个股市 连这个买楼都很踊跃 我听Jason这样说 我们看看张图表 刚才所说的一线城市当中 表现就最为厉害了 不过量就OK了 价又怎么样呢 看到十一月份 全中国一百个城市里面 新建住宅平均售价 就是10589人民币平方米 按月跌了0.38% 不过按月跌幅 就缩减了0.02% 其实楼价还在跌 可不可以暂时分析 现在内房发展商 都是以量去保住价 是的 因为始终要加价 都有个难度 毕竟你看到 现在内地很多城市 楼房的存货要清晰 都要用18个月 至24个月 这个相当之长的时期 当你存货这么高 自然发展商 都没有这个移价能力 推盘的时候 都不可以认得太进取 所以你看到楼价方面 都是要跌的 但是起码跌幅方面 11月都算是按月收窄了 如果你看到一线城市方面 头10大城市 房价都在之前 连续6个月下跌之后 去到上个月 开始扭转跌势 虽然升幅 未算太大 但起码看到势头 有些改变 大环境 Jason 帮我们看了是如何 究竟负力地产 在同业平均当中 造成如何 我们做了小统计 继续看到 第二个利好因素 他本身的营运状况 其实比他的同业为之好 我们用销售 合约销售额 来比较了 见到负力地产的销售额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二 虽然不是最高 但反而 它跑赢很多龙头的内房股 是的 没错 看到中海外 或者是华院置地 其实今年头10个月 合约销售都要按年跌 其实我这样说 因为负力去年来说 那个基数都是比较低 所以今年能够做到一个较大的增长 其实都是相当之合理的 但如果你说看回到明年来说 我相信负力方面的表现 都不会真的差得到哪 而且都可以留意 本身负力去到十月份 做到四百五十几亿这个额度 其实和目标的六百亿 都还差一点点 你看到较标率方面 下一版我们会说到 就是说现时的较标率 都是七成六 你说比较好像是恒大 六成这一堆都去到九成以上 都仍是差一点 但至起码我们都有个憧憬 就是说当它头10个月 那个进度都是一样的 时候 会不会去到十一月份和十二月 可以有一个跑数 令到最后能够有机会较到标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对于它来的股价 或者走势来说 都应该会有刺激作用 听你刚才这样说 新款推出来 一天就已经卖清光了 就是要看看 现在来到内地房地产的销程是如何 正如Jason所说 已经头10个月 代表七成六 来到之后的销程 都会阻有它的股价 之后我们看看第三个理好因素 Jason觉得 富力地产的股值 是较到同业吸引的 先看回富力地产的预测市盈率 是去到4.3倍的 看到整个行业平均 加权平均 就是7.7倍左右 而这个股息率 都高过行业平均 差不多3厘 而且那个股价 对每股资产净值 就是NAV的折扬 有幅度比较大 为什么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富力地产 在这么多样股值里面 都比同业便宜 对了 说到富力地产 因为刚刚你也提过 去今年的业绩 即是在上半年的业绩 甚至乎去年来说 它都是比同业 其他内房股差 因为一来说 合约销售在今年年初 就慢慢地 另外就是因为 它本身的负债比较高 都令到它融资的成本 令到它的利息开支 是蠶食的利润 蠶食得比较多些 所以如果你说 当看它的利润的增长 就的而且不算特别快 所以便上 你说大行给它的股值方面 亦都会教同业来说 是有个discount 但究竟你说 当未来有个减息周期开始 大家都对于这些 比较高负债的企业 是重新有过的股值 那会不会有机会 令到PE方面 都可以由现在四点多倍 可以着量调高 回到五倍多六倍 就算你说 不能够完全贴近到行业平均值 但是你说 由现在四倍多 升到现在六倍多 其实潜在的升幅 都有两成多三成多 如果你说 计算股价对比NAV的折量 现时就discount五成多 但是当整个行业 开始转世了 这个discount的幅度 应该都会有机会 慢慢收窄 明白 很简单 就是未来 如果真的销程做得不错 的话 有机会市场对负力地产 会有个股值重股的空间 而令到它有机会上升 最后我们看看 你好因素那么多 你淡因素有什么 有什么风险需要注意呢 就看到本身内房股方面 其实负存量依然是很高的 可能不要说负力地产 可能整个行业都需要一段时间 去慢慢消化这个负存 至于在政策链方面 刑改增的税制 可能会在明年实施 亦都可能会令到集团 承担较高的实际税率 其实看回不知刑改增 还有那些房地产税 房产税 其实都听到楼梯响 你可否感到这一样 会令到好像其他内房股 限制了他们的盈利 对了 税制改革是一个隐忧 因为说到盈改增 之前见到电讯股方面 改完之后 的而且确令到他们盈利方面 会有个短暂的压力 但都是一个一次性 但如果你说说到房产税 或者房地产税 对于一些可能是开发商 甚至乎对于一些 拥有住房的人士来说 是直接征税的话 短期来说 都可能有个心理的影响 但是看回之前 上海和重庆 落实了这个房产税之后 其实都见到当地的楼市 就不是说有个很明显的调整 还有看到楼价方面 也都不是说突然之间是跌得很急 所以我相信市场都叫做 逐步消化了这一方面的消息 对于整个行业 或者对于这间公司本身 都不会说有个太大的压力 另外第三个风险因素 就是本身公司的负债集团 也比较高 有这个股本集资的压力 究竟会不会集资 在这个要等他们来通过才知道 最后我们看看 Jason教我们如何操作这一支股份 当时的投资建议 是在9.4人钱买入 目标价是11.2 指示价放在8.5 见到公司中午的收市价是9.8 暂时最新的股价是9.67 暂时没有起跌 历史市场率真的便宜 只有3.2倍 而52周波幅是7.65 至11.52 刚才提到Jason 你给你比较过 减息后爆升了一个星期 见到股价在减息后 由8元边升到上台 差不多10元这个水平 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建议投资者 可能先等股价回落到9.4才买 是的 先等一等 因为基本上见到 今天的市况 似乎有些冲高 就跌回头的感觉 我都相信这一类之前被热炒 或者升得比较过浓的股份 短线都可能会有个回调的空间 不妨等它可能调回3%左右 落回9.4附近 才考虑再买回 上面一个中线少少的 就是刚刚说的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看看股价有没有机会上回11元以上 明白 看看各位家庭官 有没有想到有没有耐性劑 耐防股劑半年 好 这一节很多谢Jason 我们推荐股份 刚才提过的一系列 耐防股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好 这期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待会会继续看一下 其他股市焦点 先休息一会